好 在单测看完之后 咱们来看看第二个的课文部分 先来看第一段 第一段第一句话说 In 1908, Lord Northcliffe offered price of 1,000 pound to the first man who would fly across the English Channel 在1908年 诺斯克里夫勋爵提供了一笔1000英镑的奖金 给第一个能够驾驶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的人 那么这句话咱们先看一看它语法成分的分析 前面这个In 1908是一个时间状语 在1908年 注意这个1908这个零 咱们一般可以懂得O 就像字母O一样 那零跟O很类似 1908就1908就行了 当O来读就行了 然后这个白颜色的还是剧的主干 就是诺斯克里夫勋爵 这个人名字下面叫Lord是贵族的头衔 我们说了叫勋爵 表示对贵族的尊称 怎么样呢 offer是给某人提供某个东西固定搭配 可用offer something to somebody offer是跟后面to固定搭配 那么提供了一笔1000英镑的奖金给谁呢 给这第一个人 什么人 后面加定义丛具 就是能够驾驶飞机穿越英吉利海峡的人 黄颜色的是定义丛具 修饰这个the first man就好了 下面我们看看这里面那些剧法的一些细节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搭配 叫offer something to somebody 给某人提供某个东西 但是我们知道给某人提供某个东西 这搭配特别特别多 尤其是这个offer 它有两个用法都行 第一个直接用offer somebody something 给某人提供某个东西 先加人后加东西 中间是不加介词的 而本文中用的是第二个搭配 叫offer something to somebody 给某人提供某个东西 这就是先加东西后加人 中间要加一个gc2 这两个搭配完全一样都可以 但是使用的时候怎么取舍呢 非常简单 取舍的时候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不出例外 不出意外的话 咱们就看一看这个人和事情的一个长 如果是人比较短 事情比较长呢 咱们用第一个搭配 如果在本文中是事情短 人比较长呢 用第二个搭配 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头重矫情 哪个长 把哪个放到后面 据事平衡 大原则是这样 这个弄明白了 我们这就好办了 你比如说 看一下本文中 本文中offer 后面的事情 我们在画横线的正题字 这1000英镑的一笔奖金 这个比较短 而to后面的人呢 第一个人 第一个驾驶飞机 穿越英机类海峡的人 这个人后面还挂着一个定义丛句 构成人太长 事情呢相比短得多 所以offer something to somebody 更好一些 但你在其他课文中 咱们做个对比 你发现就不一样了 这个我们看一下 在第44个204页的第24到25号 204页的24到25号 看这句话 an aeroplane offers you an unusual and breathtaking view of the world 一架飞机可以给你提供 注意offer 后面这个人特别短 就是一个带字you 而事情特别长 注意从这开始 an unusual and breathtaking view of the world 世界的不同寻常的 比较令人惊叹的美景 这个人太短了 而事情太长了 所以用的是offer somebody something 注意这个时候中间不加戒词 所以你看词法搭配 跟这个句法的常识缺一不可 你不知道句法常识 不知道用哪个 你不知道词法的这个知识 不知道前后应该加什么戒词 所以两个知识双界合璧 才能把句子写对 而且写好 所以这个确实建功力 建功力平时得多注意 这个我们再看一课书 这个不是巧合 咱们看46课 212页第八行到底是行 212页第八到底是行 你看还是这么说 Shops cater for the do-it-self craze not only by running special advisory services for novices but by offering consumers bits and pieces which they can assemble at home 商店迎合了这个自己动手 做事情的热潮 怎么迎合呢 不但通过给那些出学者 提供一些专门的咨询服务 而且呢通过怎么样呢 给他们提供 注意哦 提供人是consumer消费者 就一个字 而东西是小块块小片片 什么呢 他们可以在家里组装起来的 那些小块块小片 不就零部件呗 你看人是consumers 这事情是bits and pieces 在家定义总句 which they can assemble at home 当然要用offer somebody something 你要用offer something to somebody 头重脚轻了 所以怎么去说 是根据长短一般来说 这是个大的要领 避免头重脚轻现象 把这个弄清楚就好了 咱们就好理解了 好 这是offer这个大肥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以前还讲过另外一个用法 叫主动提出去做某事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offer to do something 这个offer to do something 我们说相当于volunteer to do something 叫主动提出去做某事 这个不是提供某个东西了 是主动提出我愿意这么做 咱们做复习 如果忘记的话 咱们看一看十四课 66页的第十二行 66页的第十二行 还记得吗 在和平年代 当生意不好的时候 霍霍武德还有戴达德兵 怎么样呢 would march into a city state and after burning down a few farms 戴达德兵开拔到一个城邦里面去 在烧毁了几个农场之后 当然主动提出 如果给保护费 我们就走人 主动提出 给钱就走人 这是主动提出 offer to do 咱们讲过这个固定大匪 咱们做复习 还有呢 在另外一课书中 在我们的第106页 十二行末尾到第十三行 还是复习 106页的十二行末尾到第十三行 就是在二十一课里面 就会讲到了 He offered to train Mendoza and his young people was quick to learn 理查大汉弗莱斯 这位拳击大师 主动提出来训练门多萨 并且他的年轻的弟子一学就会 主动提出去训练某人 Efford offer to do something 这是主动提出 这个跟offer给某人提供某个东西 这个含义呢 做个辩析 尽管都用offer一个词 但含义不同 本文中是提供了1000英镑的一笔奖金 哎呀 这个是复习了 我们在19课刚刚讲过 不要写成这个 很多同学写成了 1,000 pounds of price 刚好是中文 1000英镑的奖金 这是Chenglish是中文了 我们一定先说这个奖金 再要补充说明 这奖金的钱数是多少 所以应该说 a price of 1,000 pounds 1000英镑的奖金 一定是这么来说的 咱们做复习呗 比如咱们看看 在86月第十行末尾 86月第十行末尾 咱们说1000英镑的一笔赎金 还记得赎金怎么说吗 叫ransom a ransom of 1,000 pounds 赎金这么来说 1000英镑的一笔筹金 a reward of 1,000 pounds 还记得 1000英镑的一笔债务 a debt of 1,000 pounds 我们说过这个b不发音 都成debt 对吧 1000英镑的一笔基金 fund 一笔奖金 scholarship 一笔投资 investment等等等等 你看都是加具体这笔钱 然后又all再加钱数 补充说明 这个语序跟中文是反的 这个注意表达 别写错 好了 给谁呢 the first man 第一个人 什么人 注意定义从句 who would fly across the English Channel 能够驾机飞越英吉利海峡的人 这个would在这用的是过去将来时 这个运的是准确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当时还没有人飞越 在未来能够飞越这个海峡的人 所以用过去将来时 那么这是用一个定义从句 那如果用飞味动词当后制定义呢 在未来能够飞越英吉利海峡的人 用动词不定式补充说明这个第一个人该怎么说呢 咱们说说说话题 翻书93页 看第四题 动作快些 93页 咱们看第四题 咱们看这个话怎么说 the first man 什么 across the English Channel 第一个 飞越英吉利海峡的人 咱们看选哪一个 A选项是定义从句 who was going to fly across 这个不同顺 为什么呢 be going to就是打算去做模式 第一个打算的人 这个不行 你得飞过去再讲 这个flying呢 be呢也不对 flying是非为动词 现在分词 它用的是主动 这是对的 但是doing一般表示正在做 或者是做过的事 都能用doing 但本文中心要做 还没有做 打算去做 未来会做 表示这类似的含义 都不能加doing 所以应该是用哪个呢 用see to fly across the English Channel 未来能够飞越 英吉利海峡的人 所以未来能够去做 这事还没发生呢 但它毕竟不是打算去做 它未来能够飞过去 用to do 定义不行了 having done 也是非为动词 但having done 一定强调这个动作 发生的比为动词早 它是先发生的 这时候呢 你还没有人能飞越 所以不可能强的 以前飞越过去的 不可能的 所以选see to do 是正确的 这个题出得不错 这个to do 就把本文中的wood 这个含义呢 给表现出来了 是这么一个 好 咱们再回到文章中 最后还有一个fly across the English Channel 驾机飞越英吉利海峡 这个我们拿来看一看 是旧知识复习 fly是动词 across是介词 后面加一个利点 就是用某个方式穿越某个地方 这个我们在十二课荒岛生活讲过 这个结构用的是动词 加介词across 再加宾语 用某方式穿越某个地方 across是介词 大家还记得我们当时讲过另外一个结构 是动词cross 再加逼语 再加方式撞语 用某个方式穿越某个地方 还记得吗 那本文中这个结构该怎么说 我们第一个 不能用across了 它在这儿是介词 我们用动词cross 再加the English Channel by plane 就好了 方式撞语吗 驾驶飞机 穿越英吉利海峡的人 表达跟上面就类似了 这个可以替换 只是十二课荒岛生活 讲过旧知识复兴 那当然本文中那个 the English Channel 著名的英吉利海峡 就是把英国和欧洲大陆分开的 这个海峡 我们当常识知道就行了 我们读一下 the English Channel the English Channel 有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看到就写成 the Channel也行 就是海峡 为什么 我们学的是英语 那用英语说海峡 默认的当然是英吉利海峡 英语中的大陆 一般来说默认的是欧洲大陆 正如中国人说 海峡两岸是指的台湾海峡 中国说大陆人民 是指中国大陆 是一样的 你看说的是哪个语言 所以经常英国人说 the Channel 这个C大写 我们知道指的是英吉利海峡 就好 这是常识 但是海峡还有一个词 叫street 这个只不过呢 是用词不同 在有些专有名词里边 会选用不同的词 这个注意 英吉利海峡用的是channel 但有些海峡叫street 像the Bering Strait 地理名词前面 一般都加定乎词的 注意啊 叫白令海峡 中国的台湾海峡呢 the Taiwan Strait 叫台湾海峡 这没办法 不停的 这个不同的 这个搭配里 不同的术语嘛 这个当常识 咱们知道就行了 反正都是海峡 这个我们说了 在1000英镑 在好几百 在这个1906年 100多年之前呢 那当然是一笔巨款了 在1908年的时候 在当时是巨款了 他以为呢 肯定是趋之若鹜了 结果没有什么人响应 你看第二句话说了 over a year passed before the first attempt was made 过了一年多呀 才有人出来 做第一次的尝试 这个里边有一个 特别重要的 这个连词before before在这引导的 当然是一个 时间状态从具 但是这个before怎么翻译呢 我没有翻译成 在什么什么之前 你给我这么翻译 过了一年多 才有人出来尝试 这个before在这翻译成 才 为什么呢 他强调 前面这一年多 时间特别长 这是第二课知识复习 我们说强调主句 发生的时间特别长 出乎意料的长 这个before要翻译成 才怎么样 复习第十八页的 第六行到第七行 十八页的第六行 到第七行 在第二课里面 他说 looking at his watch he saw that it was one o'clock but the bell struck thirteen times before it stopped 看了看表 他看到现在是一点钟 但是这个大钟敲了十三下 才停 这个before在这还是翻译成才 为什么呢 因为意料之中的大钟应该敲一下 就一点钟敲十三下 出乎意料之外了 敲了十三下 才停 而不翻译成在停之前敲十三下 这个不同顺 咱们再回顾一下 如果强调主句时间特别短 过了不一会儿 还翻译成就怎么怎么样了 大家还记得 这是复习 咱们再看这句话 I hadn't waited long before he came 我没有等多一会儿 他就来了 没等多久 他就来了 我以为会等很久的 比预期调短 咱们翻译成就 这是before的特殊翻译 我们说根据他的一些特殊情况 有的时候呢 也可以把before翻译成 然后就怎么怎么样了 先后顺序都一样 只不过在不同的语境下 可能翻译的不一样 有的时候可以翻译成然后 你看有些例子 我们先看一看 I shaved before I went to the party 这个shave 这个动词在这刮脸的意思 刮胡子 我刮了脸 然后去参加这个聚会 这个翻译起来通顺 而不翻译成 我在参加聚会之前先刮脸 这个别扭的 我刮了脸 然后去参加这个聚会 在这里面翻译成然后通顺 那么就翻译成然后好了 翻译成这个意思通顺 咱们再看一看 第四册的第九课 就是王室间谍活动 这个书 第四册的第九课 他说Alfred stayed in the camp a week before he returned to Athony 阿尔弗莱德在军营里待了一周 然后返回了 Athony 而不翻译成 在他返回 Athony之前 军营里先待一周 这别扭的 然后回到了 Athony 这个更好一些 这四册呢 一定要好好学一学 那是我们第三册的 非常重要的补充和延伸 和进一步的报告 四册是使咱们应语登堂入室的 这是before 常见的三个特殊的翻译方法 但我们注意这个before 不但他可以这么翻译 他还有一个轮声兄弟 跟他类似 也能翻译成就 才 或者然后 就是联储 wain 这个wain呢 也是引导时间状语从句 他不但能翻译成当某时 也能翻译成就 才 或者然后 如果强调主句的时间很短 可以翻译成就 你看本课书就出现了 就看第二十个 九十页的第五 九十页第五 他说 He had traveled only seven miles across the channel when his engine failed and he was forced to land on the sea 他穿越这个海峡 刚刚飞行了七英里 他的马达就出故障了 并且他被迫降落在海上 本来这个海峡是26英里 结果刚刚飞了七英里 比预想的要短得多了 马达就坏了 而不发现成 当马扎坏了的时候 飞了七英里 非常别扭的 刚飞了七英里 马达就坏了 这跟before是一样的 这里换成before也有道理 换成before也行 表示相同含义 这两次确实可以替换 如果强的主句时间很长呢 咱们可以发现这才怎么样 你比方说 咱们看新概念第二册 学过二册同学可能还记得 新概念二册第62课 就大火之后 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说 The plane had been planting seed for nearly a month when it began to rain 这个飞机大火之后呢 怕泥石流 怕有水土流失 所以马上又种草子 让草根把这土拔住 但是呢 这飞机播种的草子过了都快一个月了 几乎有一个月之久 天才开始下雨 这比预期的长 我们希望播下草子赶快下雨 赶快草发芽 但是一个多月 差不多有一个月了 那么飞机播种草子 差不多有一个月 天才开始下雨 这翻译的才是对的 这个翻译 把 when 翻译的 before 是一样的 可以翻译的 before 可以 你看跟 before 的翻译的这个特殊翻译的场合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甚至我们看到这个 when 有的时候根据语境啊 也能翻译的 然后他怎么说呢 Shrugging my shoulders I began to walk away when a moment later He ran after me and thrust a pen into my hand 当时呢 他卖给我一支金笔 我一看太贵 我觉得没兴趣 耸了耸肩膀 我开始就走开了 然后又过了一会儿 他追上了我 Ran after 大家还记得在第六课 杂橱窗抢劫讲过 就追的意思 他追上了我 把这个笔硬塞到我手里 得啦 交个朋友卖给你吧 这个 when 得翻译的然后 你要翻译当某时 特别别扭 你看 耸了耸肩 我开始走开了 当又过了一会儿之后 他追上我 把笔塞到我的手里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 在那以前走开了 他不同顺了 没法翻译了 我开始走开了 然后又过了一会儿 他追上我了 把这笔又交给我了 这个 when 在这儿翻译成然后 你看跟 before 的用法 也特别类似 这我们看到 这个 when 和 before 跟孪生兄弟一样 翻译成才 翻译成就 翻译成然后 这都对 都好 都可以 这个可以把它顺便 把它同时记录 另外看到句目 the fourth attempt was made 其实这是用的被动 主动结构呢 就是做尝试 就是make attempt to do attempt是名词了 随便可以换修饰语 你看比如说 做了一次尝试 就make an attempt to do 没有做尝试 make no attempt to do 几乎没有什么尝试 没有努力过 make little attempt to do 做了第一次尝试 make the first attempt to do 另外一次尝试 make another attempt to do 等等等等 attempt前面修饰语 随便可以替换 你看我们看本文中 就是我们九十页的 第十四行末尾 到第十五行 本文中 十四行末尾 到第十五行 就是出现了another Latham made another attempt a week later and got within half a mile of door but he was unlucky again Latham在一个星期之后 又做了一次尝试 这次离多福尔 还不到半英里呢 结果他又一次很不幸 没有能成功 make another attempt 这只不过是刚才 那个make the first attempt 被动 这是用主动了 前面修饰语 可以替换 好 那么这是第一次尝试 在背做 才有人 这个出来做第一次尝试 怎么中文翻译成呢 过了一年多 才有人出来尝试 而没有翻译成 过了一年多 才第一次尝试背做 因为中文中 是使用人称主义用主动的 但是在本文中呢 他没有用人做主义 因为本文中才有人出来尝试 那个人是废话 那一定是有人出来尝试 不能说过了一年多 才有狗出来尝试 那狗尝试不可能了 这人是废话了 人就不用说了 用被动就好了 你看咱们造几个句子 来练一练 过了一个多月 才有人发现了这些尸体 应该两三天就发现了 结果出乎意料 一个多月才发现 过了一个多月才 怎么来翻译呢 是不是像本文中学习 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了 over a month passed 然后就before吧 before有人发现尸体 那肯定人发现了 狗发现你怎么知道 一句这只尸体被发现了 咱们试试看怎么说 over a month passed 注意before before the body 尸体 然后呢 was found 但是翻译成中文 怎么翻译呢 过了一个多月 才有人发现这具尸体 对吧 是这么来说的 再练一个 再练一个 过了十年多 才有人出来揭示的这个秘密 这出乎意料太慢了 过了十年 十年咱们用decade 想到10 years 十年多 over a decade 就好了 才有人揭示 揭示可以用review这个词 review揭秘嘛 咱们试试看怎么说 先说十年多过去了 over a decade passed 然后呢 before the secret was reviewed 自明意思 在这个秘密被揭示之前 有十年多过去 但是这不同顺 得翻译成 过了十年多的时间 才有人揭示的这个秘密 你看这个中文英语的 这个相互切换呢 把它弄熟了之后 确实怎么写句子 容易写出这个地道 非常非常优美的一些句子 好 把这个看到这儿 咱们看下一句话 那么有人出来尝试是谁呢 这个尝试怎么发生的呢 我们说了 On July the 19th 1909 In the early morning Huber Lethem took off from the French coast in his plane In the Antoinette 4 那么在1909年的7月19号这一天 那么在一大清早的时候呢 这个匈伯特·莱斯姆 就从法国这个海岸这边地方起飞 乘坐着他的飞机 叫Antoinette 4 Antoinette 4号飞机起飞了 他要去争取那1000英镑的奖金 那么这个时间 老师不说了 以前这么说过 时间顺序是月日年 先说月17月 日19日 再说哪年 1909年 这是08年设立奖金 一年多以后 有人尝试了 In the morning都知道 叫在清晨的时候 在一大清早的时候呢 叫In the early morning 就是在早晨五六点钟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那如果在快到中午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在早上的 比较晚的时候了 就是大概10点11点钟的时候 你看In the early morning 是一大清早 In the late morning 就是早上 快到中午的时候 早上快结束的时候 叫late morning 同样的 In the early afternoon 在下午刚开始 一两点钟的时候 In the late afternoon 下午六七点钟 下午快没了 晚上快来了 同样的 In the early evening 刚刚入夜的时候 In the late evening 在深夜的时候 这个In the early In the late 都可以休息 这个morning afternoon evening 等等等等 顺便可以同时记住 当做固定搭配记住 这个很实用 本文中 In the early morning 就是在一大清早的时候 天更蒙蒙亮的时候 凌晨 但是表示在凌晨 有好多表达 注意借词 这个时候都得加at 在凌晨 比如说at dawn 可以at the crack of dawn 在破晓的时候 crack就裂开了 这个也很形象 还有at daybreak 也是一天好就裂开了 乌云裂开 太阳把黑暗驱散了 或者at sunrise 在日出时分 在余度白的时候 都可以 我们分别大声来读一下 at dawn at the crack of dawn at daybreak at sunrise 都行 跟它相应的呢 可能就是在黄昏时分 在日暮里 黄昏时分 太阳落山的时候 又有好多表达 我们分别大声来读一下 at dusk 注意不是dust 不是灰尘 这个很容易错 at dusk at sunset at sand down at twilight 这都翻译成黄昏 就是这个在太阳落山的时分 这个都行 但注意这些搭配 都是跟at搭配 本分钟呢 就类似于这个at dawn 这个用法 在这个天高蒙蒙亮的时候 就五六点钟的时候